乌克兰展开大反击 在摧毁俄军侦察系统 让他们攻势停滞 针对札普罗热核电厂 可能对全球带来威胁 现在俄罗斯终于让步 就在法国总统马克宏和普清通电话后 俄罗斯同意让视察人员进入核电厂 只是能否解决争议还存在挑战 俄罗斯战场上没进展 国防部周六表示 扎普罗热的士兵其实7月底出现中毒症状 指控乌克兰进行化武攻击 但乌军否认说这些士兵很可能只是吃了过其罐头 总统泽伦斯基信心喊话 8月24号庆祝乌克兰独立国庆日 即将到来会不会引发俄军再有新的攻击行动 乌克兰丝毫不敢大意 TVM新闻综合报道